母亲 表哥 你们到底要干吗呀 你一想到我们的到来 就让他们小两口 用了这么大的矛盾 我就语心不忍啊 是啊 吃麻麻不消 好好好 这新婚夫妇有点小摩擦 也正常的 母亲 您多虑了 我跟温文已经没事了 是吧 温文 是啊 母亲 没事的 夫妻之间之所以会有矛盾 无碍不深 心两方面 没有交付于对方 那么接下来 我就会进行两方面的调和 首先 我们要进行的是深 两个人能相遇相爱 无非就是月老在你们之间 就牵了一条红绳 有时候吧 这根红绳会打结 所以这结 我们通过外化手段 帮你们理顺这条绳 就是你们拿着这条绳 游走在对方身上 其中你绕的每一个管 打的每一个截都是你心中所想的 这样 深就完全交付于对方了 这就是你说的特离苦海 那就由六王妃先开始吧 这儿媳妇手法熟练的 跟个贼似的 你内心对这段婚姻充满了矛盾 一松一紧 表现出内心的混沌 因为不信任 所以左边才勒那么紧 又因为想逃避 所以右边便松散无力 我家六儿搁这包粽子呢 还没完了 你呀 就是行动上很想把对方抓住 但有时候越用力 对方跑得越远 你呀